而在防疫期间 花莲市清洁队员 除了要持续的维护 市容的清洁工作 还要全新的投入环境 消毒防堵疫情 而为了感谢他们的辛劳 花莲市长魏佳贤 特别选择在端午节的前夕 颁发了奖励金 也将规划队员去做健康检查 守护他们的健康 花莲市清洁队长吴庆展 从市长魏佳贤的手中 接获了一跌厚厚的红包 这是为了要感谢队员们 在防疫期间 除了要持续维护 市容的清洁工作 还要全新投入环境消毒 防堵疫情 市长魏佳贤 特别选在端午节前夕 颁发给清洁队 四万七千元的奖励金 我们清洁队真的是 每日每夜的在为 我们花莲市民在打拼 那除了过年前的一个 大型的垃圾清运的部分 国家清洁周 那到了过完年后 又发生了相关疫情 比较严峻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清洁队员 真的也临时组成了 非常大的 庞大的一个消毒大队 那捍卫我们所有 市民朋友的一个健康 那在端午节前夕 那没办法一一的来发给我们每一位 我们清洁队的队员同仁们 那也请我们队长来代为转达 148位的队员同仁们的一个端午节的一个慰问金 为了守护队员们的健康 市长魏佳贤 除了要求队员们在执行任何任务时 都务必佩戴护目镜及口罩之外 市公所也将安排队员们去做健康检查 让他们在维护华莲市的环境亲近时 也能够重视到自身的健康状况 而魏市长也希望华莲乡亲 能够落实资源回收分类 以免造成清洁队的工作负担 记者许立琴 华莲市报导